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彭 现在来找一下老台 老台 在哪里啊 楼顶啊 又在砍这边 是啊 要不然你帮我砍 我哪有试剂 刚洗好了不砍吗 我来帮你一下 走 你不是说装这个房子吗 是啊 这个装也很麻烦 那也没办法呀 好像 你爸和你妈好像不怎么同意 那样子 那你问他们了 是啊 好像他不怎么同意你装着这个 为什么 又说又养猪 等下你哪里有那么多茄 你把养猪的事跟他们说了 我跟他说了一下 那你还养不养啊 养啊 那你又要投果子 又还要养猪 等下哪有那么多茄 我也没跟他们说了 我想做的事呢 我跟他说了一下 我说 他说那时候叫你不要装修一些 这样 嗯 那你那你们那你没跟他们说 那如果不装修的话 以后怎么找你朋友啊 家里都不装修了 你还年轻吗 急什么 现在说三十多了 年轻 三十多吧 什么 我都四十岁了 这不急 你急什么嘛 是不是 那 那不成咱们要 要关锋的 都要做兄弟的 到五十岁他找老婆不急的 那我爸妈他们 不怎么答应装修啊 是啊 他说你你你一下没有那么多茄吗 你还要搞果子 还要做什么的 要不你你借点钱嘛 我都把装修给你搞定了 现在我哪里还有茄啊 你看这个果子卖的这个价钱 我哪里还有茄 有茄我那个房子我就装修好了 那你是不是也没有装修房子 你是不是老婆啊 不知道 不嫁给我的姻 我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不嫁给我啊 不会也是 因为那个房子没装修 不嫁给我 我也不知道 应该也应该也是 你们也没有装修吧 那你看如果我 我再不装修的话 你说呢 他说我也 我居然长老婆 你还年轻吗 是的 再过个几年再讨 再讨也不急啊 哎也行吧 现在也 现在也没有女朋友是不是 也不急是吧 等待找到个女朋友了 到时候再装修 再装修是吧 也这样也行啊 急也急不难 你现在装修好了 你到时候找不到 找不到也就是白把装修了 我就怕你等下那个房子 装修好了 旧了你就还没有找到女朋友 等下装修 你感谢他到以后再装修 那个时候就好一点 哦 你这样也行 不是 等下那个房子都搞旧了 你还没有找到女朋友 是不是 嗯 那么伯伯又浪费了 又浪费了钱 但是到什么时候 你有了也会再装修 装修也很快的 是不是 先打到女朋友先了 嗯 那就行了 那就这样子吧 嗯 今晚中午吃什么 中午啊 吃点面条就行了 还要吃什么 有面条 你跟你混不行的 那吃什么 搞一点那个 那个刷刷 再煮点面 就吃饱就行了嘛 不要那么挑剔 你哪餐都是面条 不是面条 就是腊肠 腊肠吃不出了 还有大炒菜吃 一点肉都没有 吃得饱就行了 只有老是想到幼 我跟你说 烧了 烧了 吃了太多幼了 又有一长胖 那你煮哦 我煮我煮了 我今天忙一点 烤个鸡蛋 鸡蛋面就算了 嗯 OK